菲律宾持续激怒中国 杜特尔特忍不住出手了 对马克思宣战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持续激怒中国 杜特尔特忍不住出手了 对马克思宣战 自去年 菲律宾向美国敞开四个军事基地之后 菲律宾就已经上了美国的战车 随后菲律宾接连在仁爱礁 黄岩岛等问题上挑衅中国 最近菲律宾的挑衅力度明显增强了 先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公然干涉台海事务 被外交部回怼多读点书 紧接着 菲律宾飞机还向非法坐摊仁爱礁的军舰空头补给 而在25日这天 菲律宾更是积极行动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声称 菲律宾计划开发南海岛礁 并购买更多船只和雷达 有意在南海建设前哨基地 不过菲律宾也不想在地区孤军奋战 最近透露 马克思将在访问越南期间 双方将加强海岸警卫队合作达成一致 这两个国家在南海有同样的诉求 虽然越南近些年低调了很多 但菲律宾上窜下跳 也让越南蠢蠢欲动了 还是在同一天 印度也来送温暖了 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表态 将在未来十天向菲律宾出口 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地面系统 有望在三月提交第一批导弹 这年菲律宾挑衅期间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以各种不同形式 对菲律宾进行军事援助 尤其是日本又是赠送军舰 又是赠送雷达系统 最近 美国海军协会网站也透露 美国计划出资将菲律宾的巴沙空军基地扩建 以容纳至多20架美国战机 美国所谓的资助升级 其实就是方便自己军事力量入驻 美国在菲律宾使用的军事基地已经有9个了 美国这是明显要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大号的军事基地 这对菲律宾而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迹象 在这种背景下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和马克思的矛盾 也正式闹到了台面上 近日 杜特尔特在达沃市一场集会上公开爆红 马克思是瘾君子 曾被执法部门列入疑似吸毒者的名单 与此同时 马克思在马尼拉的另一场集会上回怼 杜特尔特的判断力受到了阿片类药物分泰尼的影响 这次隔空骂战也让两人传闻已久的分裂放到了台面上 杜特尔特正式对马克思宣战 之前菲律宾大选时 杜特尔特女儿沙拉的支持率一路高涨 然后突然宣布退出总统竞选 并帮助马克思竞选组成一个阵营 可以肯定当时是有什么利益置换 并在相关领域达成了一致意见 不过很快有人推翻了协议 马克思的议会盟友在秘密资金问题上对沙拉发难 而且马克思也一改此前杜特尔特的对外政策 不断加强和美国的关系 致整个菲律宾国家安全于不顾 杜特尔特的儿子也就是达沃市市长呼吁马克思辞职 指控他没有能解决国内毒品问题和武装叛乱问题 推行的外交政策危机无辜菲律宾人的生命 菲律宾北达沃市第一选区的议员也曾公开叫嚣 如果马克思继续挑衅中国 这可能造成严重危害 届时棉栏唠岛可能考虑独立 随着双方矛盾加剧 前不久还传出军事政变传闻 并将矛头直指杜特尔特 菲律宾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 各大政治家族各有各的利益诉求 所以当马克思为了个人家族利益 加大对中国挑衅的时候 有一些其他政治力量会忍不住先出手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